一个是实线 一个是红色 然后当然清除的话 应该会吧 清除的话 其实就刚刚写过了 再加个清除框线 实际上就是一个点Bolder 其实就是把它的 刚刚我们用那个 什么Color ColorIndex等于没有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用什么 LightStyle等于没有也可以 但刚刚是什么 点 我刚刚是用Color 加一个Index ColorIndex等于没有 没有的话就是XlN 其实这样的写法 跟LightStyle等于没有 好像结果也都OK 我看一下 加上去清除 加上去清除 两个方法都可以 所以其实清除那个框线方法很多 但你千万不要用路之巨集 得到的结果 不然你真的会吐血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写的 路之巨集 假设我不敢 其实就是我们清除框线好了 那比如说一一样 二的话做什么 清除框线 你可以常用里面的这一个 改成没有框线 无框线 这样子就录下来了 他也帮你写好了 在哪里呢 因为我没有改 所以把它停止录制 他叫聚集2 编辑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个编辑的程式 你会发现 他帮你写这么多 OK 那其实只要一行就好了 可是他为什么有几行 二四六八行 再加第一行九行 那其实他写也没错 只是没有效率而已 他清除呢 是因为呢 在一个框线里面呢 他基本上上下左右 然后还有什么 对角线 四条五条六条 还有什么 中间这个 好像中间有吧 就这样子 因为有 他有这么多条线 所以他的做法是 一条一条一条的 全部把它清掉 那他其实如果简单的 而且你会发现 他先select 再产生一个selection 那其实如果你不要一个select 再产生selection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给他范围 再针对这个border 因为border 就是一个集合 八条线的 然后呢 你就是点lifestyle 两个方法 lifestyle等于xln 做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 那个colorindex等于xln 两个方法都可以 好 当然录制聚集也可以 只是说录架还会一堆有的没的 一般的书里面 它也是这样子 我看很多照抄 我想说这样 这程式太复杂了吧 一行东西你要写九行 那每个都可以写九行 本来只是一点点东西要写这么多 那这样难怪书会可以那么厚一本 因为要没有东西写 要我来写可能我都几页就结束了 因为程式太少了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实线 线条 再来就是出线 那线条的粗细如何去增加 这边的话呢 我们直接来看 一样我把它切到那个visualbasic 那因为它录制之后 它会自动产生那个模组 当然如果不要你可以把按右键 这边可以移除掉 如果你觉得它无所谓就留着 那我可以加上出 比如说出线 我就是希望呢 把原来的红色 那红色的线太细了 我希望变出线的话 那这个地方 也许在后面 名称加一个出 出线 OK 那怎么加出线 其实也一样 1加线加颜色 最后的话呢 把线条的颜色改 线条的粗细 线条的粗细前面都一样 只是你要换一个属细 前面一个是线条的样式 颜色 这个粗细的话 它的名称在最下面一个 这个叫weight weight应该是体重吧 这个空线的体重 这个不太好理解 反正你就记得 它可能 它的解释是粗细 OK 等于 不知道 后面怎么办呢 没关系 有没有放在前面 按F1 F1之后 它也会告诉我 我如果不知道粗细 再点一下这边 有没有 框线的值的超连结 按下去 你会发现它这边都有 这个是最细的 适中的 那如果我要一个出线条的话 就这一个 你把它Ctrl C 直接的话 把它贴到后面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样就一个出线 OK完成 其实就这一行而已 你会发现就是 加一个出线 然后把这个出线加上去 完成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加一个 就是 这一条线 是双线 这一条线也是双线 就是 横向的那个蓝 蓝的下方 有没有 这个蓝位名称 跟这个姓名的 这个这一条线 两条线 变成什么 双线 其他还是保留 那怎么做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什么呢 一样切到那个 刚刚这边 我把这个拿来改 Ctrl 键按住 这边改成呢 红色双线 假设加一个双线 可是双线的概念 你想说双线 怎么去加 那如果双线之前 前面是全部都变成那个双线 那我刚刚讲过 因为Boulder 它实际上是很多条线构成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是要改什么 改这个范围 就是A2 假设A2到G2 它有上下左右斜边 那当然我要改的是上面这条线的话 其实你可以只单独针对这条线 去改双线就好了 那改的方法 特别注意 我们是改在哪里呢 就是把刚刚这个实现两行程式 下面再改一下 那我改的话呢 是针对 一样有Boulder 把这个拿来改 这个是A2到G2 实际上呢 只有针对什么 这一条线的上面 这个范围的上面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点拨的 特别说 关键在这里 前刮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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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呢 它的应该是什么 上面那一条线 TOP 这个范围的上面 当然你换个方向 如果你是选上面这个范围的下面一条线 也可以啦 那我是改这个范围的TOP 然后后刮弧 这个表示什么 我只改这条线 它的什么呢 LightStyle 所以你就改一个L 这边LightStyle 所以你点下去 LightStyle 等于双线 它双线是什么 你当然打一个XL Double 如果你不会拼F1 也可以啦 如果你一个不会拼 你就是点这边 刚刚一样 它会有个连结 告诉你这个XL 不是虚线 应该是Double OK 这个 然后你把它贴到这边 就是XL Double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把它加上去 会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上面这一条线有 那如果你左这一条线 这个范围 所以你就这个范围的 那个 右边 或者是这个范围的左边 也可以啦 两个方法 那我习惯用这边 所以A1到A7 所以你就可以什么 把这个 这一行 直接拿来复制就好了 复制来改 所以我习惯是Enter之后 Ctrl鍵按住 把这边改成A1到A7 A7 然后它的哪一条线呢 它的那个 如果这个线 前刮弧 应该是 Right 对 右边嘛 等一下没选错 然后后刮弧一下 OK 好 应该没错啦 好 那试一下就知道 按下它 有没有 这一条线又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应该这些够你在变化了啦 线条 有实线 有虚线 有点啊 什么都可以了 然后再来是颜色也可以改 Color 对 然后再来就是粗细 很多种 对 然后再来就是哪一条线 够了啦 你报表里面大概 你要怎么 对不对 就按下去 全部都画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回去看看一定有啦 你工作里面怎么没有画框线这件事 一定有 尤其你最后要列印出去 钱一定需要 那你就可以把VBA写出来 程式不多 就这么一点点 其实可以变化出很多花样出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加个粗线 跟这个双线 还有清除框线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范例里面学到就是说那个物件的概念 就是说物件 也许这个是两个物件 一个是跟它讲说哪个范围 所以用到range 第二个是针对这个范围里面的在子物件 要控制它 要控制它 框线的部分就是boulder boulder 死物件 然后里面的话有属性 针对它的属性 其实属性指的其实就是它的外观 相关的颜色啦 大小啦 线条啦 等等这些都是属性 那我们可以做这些相关的设定 那其实eSEL VBA里面 其他的物件的使用方法 大概跟这个是雷同的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有一些物件的名称 假如你想要去控制 但它又叫不出来 当然有几个方法啦 不外乎就是你可以透过录制具体里面 去了解一下 它的物件名称叫什么 那你大概有一个基本的 再来去做一些修改 像我的习惯它会像刚刚是录下有九行 其实一行就搞定了 但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其实我用推 我也不是看书 我是直接 我看 对我是干脆就用一个就可以了 试一下发现其实对就可以这样做 我的房间的书籍 有些就是给你九行程式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